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技怪小妞 在生活中我们常听说租房租车 但是租期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在泰国印度是真实存在的 相对于泰国租期 很多外国人更青睐于印度 因为在泰国租期成本高,风险大 而且很有可能租到一个人腰 印度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发生 在印度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以至于当地出现不少漏袭 租期同婚依旧盛行 印度女性的地位非常低 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 很多女孩子未满18岁就被迫嫁人了 有的已婚夫妻由于家庭条件贫困 丈夫为了生活通过租期来赚钱 而且租期的价格非常便宜 租一个月的费用只要800元人民币 当然越年轻越漂亮的妻子租金也相对较高 甚至可以达到数千元 也有一些花季少女由自己的父母亲手出租 到了雇主家中后需要进一名妻子应尽的义务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印度女孩很可怜 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很多印度女性迫切希望自己被出租 因为很多租客都是外国人 外国人出手比本地人要大方很多 只要一旦出租成功 她们就会过上富人生活 有些幸运的女孩子会和租客产生感情 就会结婚生子 在她们看来被成功出租是一个最理想的归宿 很多印度人看到其中的商机干起了租期买卖 自己低价租金 然后高价转租赚取差价 视频前的女性是不是很庆幸没有生在这样的国度呢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多多关注转发哦